我回来了东西 这谁啊 哥哥 你怎么回来了 什么叫我怎么回来了啊 这是我自己家我不能回来吗 我问你这是谁 哥哥你好 我是东夏的朋友 谁让你进我家的 东夏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不在家的时候不能带任何人回来 你这什么意思呀这是 你在我这做保姆我是你老板 你觉得你把人在家里面合适吗 家里边东西丢了谁负责 你别说话我没跟你说话 明知道我有洁癖是吧 我都告诉过你了 你看这地上 这土 还在家里边都吃上饭了 来你过来来里边 我给你说两句话 东夏 看着我东夏 我觉得你一个女生来城里的确挺不容易的 我让你在我这做保姆 说实话是想帮你 但这并不能代表你能在我这为所以为吧 我说了家里不能让来其他人 我都强调了很多遍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你也明知道 我有洁癖 你看外边的地上全是土 我说的话你都没听是不是 我是你老板 东夏 我想问你 你对这个家负责吗 你对这个工作负责吗 你对我负责吗 哥哥他是我在村里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 他这次毕业出来大龙学习 然后说你来看看我 本来我没想着带他来家里 他都没有过来 是不是要感谢你 感谢我 感谢我什么 我给他说你收留了我还给你过一份工作 那个黑色带子就是他从我们老家带来的土特产给你 你说外边那个地上那个带子是土特产 给我带的 胡买 这 倒下不是 我 真 真 真对不起 我刚才 有点着急了 没有后见 我 感觉我现在真的是 太对不起 你们两个 那 我出去再跟他道个线 好吧 你跟我一块 去 哎那个我刚才 别呀你哎你俩别对不起我呀 是我对不起你俩 不是不是 哎那个哎呀真真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我太急了 没有问题你别介意啊 哎这个这个是你给我带的特产是吧 谢谢啊谢谢 还有我刚才听东夏说了 你是来这边学习的 你在哪儿学习呢 那个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个熟人什么的 提供一下方便 为什么呀 学费太贵了 我再拿不起 学费多少钱啊 那这样吧 我给你拿三千 也算是我对你刚才的那个态度的一个 道歉了 好吧 我也给你拿两千 可以啊东夏 反正文昊哥哥 我怎么可能用你们的钱 文昊哥哥的钱你可以不要 但是我的钱你一定要拿着呀 这个工作机会本来就很重要 你不能放弃啊 东夏你别说了 你们谁的钱我都不会要的 哎呀好了好了别挣了别挣了 这样吧 我给你个建议 你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 打开抖音 在我的界面下进入钱包点放心借 点击寄货额度跟着要求进行申请 最高额度有二十万 那谢谢文昊哥 哎别谢我了 我还得谢谢你呢 你看你还给我带土豆产呢 哎 东夏 那你看要不咱今天一块出去吃吧 就不要在家吃这个了 走走走走 不用了哥哥要不这些都浪费了 对啊我好不咱给破费了 那那行行行那你看 我还没吃呢 要不你们要不介意 我就坐下来给你们一块吃点 哥哥你就别说这话吓唬我们了 这是你家我们怎么会介意呢 行行行行 那不介意那我就坐下了 坐吧坐吧坐吧 谢谢 哎东夏 我还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瑶瑶 哎瑶瑶你今天晚上要不就在我这住吧 啊 不是不是你俩别误会啊 是这样的 我不是看你俩好长时间都没见了吗 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你们两个续一旧 啊 啊 啊 谢谢文昊哥 没事没事 你看你们这一口一个哥哥叫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 那个瑶瑶你在这边 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困难 你随时跟我说我能帮我都尽量帮你 毕竟你是东夏的好朋友嘛 对吧 那东夏在我这你就更不用说了 我肯定会照顾好他的 他谢谢你 给自分之一人的好朋友